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露中共红二代已经在刘元伟核心 集体联署要求习近平下台 并预测2024年习近平极大概率会在大危机中失事 这篇文章叫《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台湾局势》 内容指出 刘少奇之子刘元伟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形成政治共识 该共识内容包括剥夺习近平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力等内容 习近平最近对中国大企业的整肃与吞并行动已经严重伤及中共红二代的利益 加上军方高层不断被查 撤换甚至消失 也引发军方体系的愤怒 一 习近平执政十年 彻底放弃和背叛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 全面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和经济路线 导致政治 经济 社会和外交的全面危机 这些危机已经达到动摇国本的严重程度 最严重的是习近平正在推动国家进入战事体制 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 如果不加以制止 势必使中国人民遭遇到所谓有战争风险 二 习近平摧毁民主集中制 实行个人独裁 十年以来经济不可逆转的急剧恶化 民生艰难 国家财政濒临破产 民怨沸腾 关心动荡 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 在国际外交领域放弃邓小平 韬光养晦 以求发展的正确战略 盲目自大 四面出击 战狼外交 使中国在发达国家的体系内沦为千夫所指的国际公敌 三 鉴于以上不可回避的事实 为制止习近平把国家引向前所谓有灾难的倒行逆施 我们将采取行动 向九千万共产党员发出呼吁 开展一场划时代的民主政治改革 剥夺习近平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利 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造我们的党 使中国共产党转化为社会民主党 引领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 同时 摒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 使两岸关系走上共存共荣的良性发展道路 并以此为契机 全面改善于美国 日本 欧盟 英国 澳大利亚 等经济 文化发达国家的关系 重新赢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袁洪斌还分析 这批中共红二代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父兄一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毛泽东残酷的政治整肃 包括刘少奇 贺龙元帅在内的一大批中共元老 甚至被迫害致死 这一次 以刘元为核心的红二代 之所以赶在国际社会公开通报他们 推进中国共产党 社会民主党化的政治改革 也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 如果习近平效法毛泽东对这批红二代再次实施政治大迫害 那么是将点燃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怒火 中国时政观察家大多也都留意到 在2023年11月 刘元撰文反对个人专断 11月1日 毛泽东思想研究网站和杂志刊登了 署名作者为刘元 魏灵的纪念刘少奇名诞的文章 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 毛思想研究杂志创办于1983年 倡导者是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 主办单位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属于国家级期刊 按照其网上说法 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该杂志被认为是背后有一大批中共退休和现任高官支持 而刘元的文章能在杂志上发表 透露的就是编辑部和其背后高官们对其的认可 稍后几天 11月6日晚 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出席音乐会除了刘元外 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婷 毛泽东的外孙王小枝 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和外孙刘建少将 陈毅之子陈昊苏 华国锋之子苏斌 张云毅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 东部战区原路军司令员秦卫江中将等 1月9日 自由亚洲梁京评论 讨论了上述中共红二代最近集体向习近平发难的新闻 认为大字报字里行间大有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味道 然而评论认为上述条消息多大程度属实 难以评估 但评论相信尚存一点政治头脑和能量的中共红二代 此时心情一定极不平静 因为他们比别人都更清楚 习近平不仅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 而且他完全没有能力收拾这个烂摊子 反而可能在彻底毁掉自己和国家之际 把清起的矛头指向整个红二代 也就是说 红二代明白 习近平正在给整个国家带来一场巨大灾难 如不被阻止 对红二代也将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 问题是 红二代有可能阻止习近平吗 评论是相信连红二代自己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 红二代知道已经不能再等别人出手 评论的理由是 第一 有关团派和中共退休大佬 劝阻习近平无果的报道并非虚构 而红二代对此也完全知情 第二 习近平是以红二代的名分接掌大权的 且红二代的主要人物不同程度都支持过他 也就是说 红二代曾相信习近平是自己人 或者习近平会把他们当自己人 但习近平一再用行动表明 为了多做一天皇帝 他可以与任何人为敌 那么 红二代就不怕习近平像处置任志强那样对待他们吗 评论认为 红二代一方面知道自己有风险 但也看到了了形势对习近平极为不利 更重要的是 整个大局失控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 此时不出手一搏 即使习近平很快垮台 红二代自身面临的集体风险也难以估量 相反 如果红二代出手 会大大增加倒习成功的机会 特别是增加说服习近平体面下台的可能 从而增加红二代在后习近平时代的社会上有一席之地的机会 总之 这是一个清朝之下 岂有婉软的逻辑 这个逻辑的合理部分 就是红二代不反歌一击到齐 与己于国都不利 但红二代若到习成功 就真的意味着他们能救国救己了吗 评论相信很少人 包括红二代自己会这样想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日中国的危机之深重 已经不可能避免发生一场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 那么 红二代若到习成功 对红二代的命运 以及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意味着什么呢 评论的看法是 红二代若到习成功 尤其是红二代若能说服习近平体面退位 能为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大革命开一个好头 这个道理可从台湾民主化的历史逻辑得到支持 蒋经国为首的蓝二代 当然知道开放党禁必然会带来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可能 但新的游戏给了蓝二代及他们的后代 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 有人可能会认为 给蓝二代或者给红二代及他们的后代 平等参与未来民主政治游戏的机会 未必是一件好事 毕竟 他们的父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欠了那么多的血债 评论的看法是 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 若想不重复20世纪中国大革命的悲剧和惨剧 需要一个理性的中国现代化叙事 尤其是一个理性的现代国家建构叙事 这个新的历史和国家叙事 没有所有幸存者的后代平等参与 是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完成的 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 与20世纪的中国大革命建国目标和政治路线之错误 当然有直接关系 但红二代 蓝二代 以及他们的对手 迄今都没有讲清楚背后的道理 而以上也只是梁京评论的 红二代的命运与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内容的一部分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福克宁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